大家好,8月16号中共官方公布了新一批的台独分子制裁名单 那么这次是公布了7个人 加上以前已经公布的3个人 现在有10个人上了这个名单 我们先看一下这10个人是哪些人 本次公布的台独分子有 萧美琴,顾力雄,蔡奇昌,何建敏,林飞凡,陈书华,王定宇 这个是这批公布的7个 然后加上以前公布的苏貞章,游锡坤,吴钊燮 这三个人等于说现在一共公布了10名台独顽固分子 这10个人已经上了中共的制裁名单 另外这次除了这个7个人之外 还公布了两个机构 台湾民主基金会和台湾合作发展基金会 等于说除了这个个人之外 还有这两个机构 那么他制裁的措施是哪些呢 我也给大家来讲一下 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 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 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 依法终身追责 这个是他的具体措施 那为什么对这些人实行制裁呢 他也有一个说明啊 我简单的说两句啊 这个国台办发言人指出呢 统一是历史大事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今天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名单 不是清单的全部 我们正告台独顽固分子必须悬崖勒马 胆敢以身释法 必将遭受严厉惩罚 然后后面还有中共常说的那些话啊 就是不要低估了中共统一的决心了 等等那些话呢已经讲了70年了 我们就在这呢不从述了 实际中共这种做法呢 也就是一种人质外交嘛 前两天他又公布了对美国这个佩洛西的制裁嘛 结果人家佩洛西就说 who care 对不对 人家就把这根本不当回事 那么这次他对台湾公布的这一批人呢 我相信呢也没有人把他当回事 因为前面你已经公布过三个人了 那些人过了都快一年了 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 对不对 我相信这些人呢跟大陆呢就没有什么联系 而且他这次公布的这七个人呢 除了这个肖美清之外啊 其他的人我还真是不太熟悉 可能台湾人比较熟悉吧 就等于说他做的这个事啊 还是停留在这个口炮层面的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但是他这个名单公布出来以后啊 就是好多五毛粉红就在底下留言问呀 为什么没有制裁蔡英文 也没有制裁赖清德跟朱立伦呢 对不对 这些五毛粉红都想不通 我想呢这也是中共的一个策略 你看中美关系那么僵的时候 制裁了美国那么多人 包括以前那个蓬佩奥呀 还有底下那么多官员呀 都被中共列入了制裁名单 但是他也没有把川普列进去 对不对 就是现在中共也没有把美国的拜登总统 列进去嘛 我想首先对蔡英文这一块呢 可能这也是一个国际上的惯例吧 就是这个制裁呢 一般不列这个对方的最高领导人 我个人觉得也就是这样一个理由了 如果非要再说理由呢 可能中共想着呢 一个是你把蔡英文列入这个制裁名单呢 也就彻底撕破了 另外呢 蔡英文也就是最后这一点时间了嘛 他干完就下台了 可能也有这个考虑 另外他把这个赖清德跟朱立伦 也没有列进去呢 是不是他们想着这两个人 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届的领导人 所以呢也在这留了后手吧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啊 没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啊 如果有知道内情的朋友呢 也可以给大家来透露一下 那么我今天想谈的一个观点呢 不是去谴责中共这种制裁呀等等呀 对不对 这个事情中共已经做了这么几年了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它还是一种口炮的层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呢 还是相对比较清廉的 他们跟这个经济层面呢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不像是中共的这些官员 他们就是控制着中国的经济 可以说每一个中共官员后面呢 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集团 这个民主国家呢 跟这个还是有些区别啊 就跟前两天这个 对佩洛西做出制裁的时候呢 很多人说呀 这个佩洛西有多少企业在中国啊 等等等等 结果呢应该佩洛西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事 对不对 假如说佩洛西的企业就是在中国 而且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他能不操心这个事吗 对不对 比方说特斯拉是佩洛西的企业 他能不担心这个制裁吗 所以这些事啊 中共传的比较多 实际对这个西方政客呀 他们在经济方面拿入实锤的呢 还是比较少 另外台湾这些政客呢 我想跟经济界的参与呢 就更少了 特别像民进党这样一个啊 本来也就是这么几十年的一个新党派 他哪来那么多的根基呢 你要说国民党 这个里头跟经济界的纠葛比较多 那个还是有可能的 他毕竟是一个百年大党嘛 这么一百年的过程中 跟这个企业界呀 跟这个金融界呀 等等这些关系啊 可能也是错综复杂 但是从目前来说 我看到他公布的这些人呢 跟大陆呢 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关联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制裁啊 首先是个空的 但是面对这个事情呢 我有我的一个想法啊 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呢 不能每次被动 你包括以前我就提过一个建议 每次中共对台湾实行这个文攻武嚇的时候呢 台湾都非常被动 这个观点呢 我可能两年前就说过了 我当时就建议啊 台湾应该做出强硬的姿态 他过来扰台呢 你就拿军机上去半飞 你地面的导弹呢 你就瞄准他 对不对 让他感觉到你有所动作 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呢 也可以做一些强硬的姿态 比方说这两年做的就比较好 就说是你中共试射导弹 那么我台湾呢 也试射导弹 让你看看我的打击能力呢 也不是只能防卫台海吗 覆盖你大半个中国 打到你北京武汉上海 这都是轻而易举的 对不对 这些举措呢 就会变得主动 实际台湾这两年啊 在这块呢 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想呢 有关制裁这个啊 台湾也应该这样子 中共能对台湾的一些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呢 那么台湾为什么不能对中共的一些官员实施制裁呢 对不对 那么看谁的制裁更有效呢 我觉得台湾可以在这个方面呢 做一些突破 因为我们要肯定一个事实 中共每一个高官的后头呢 都有这个经济利益 而且是很大的经济利益 人家说了嘛 中共的重要资源呢 被40个家族所刮分嘛 那么全社会的资源呢 被400个家族所刮分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只要盯着中共的头40个人 你随便制裁谁 都会跟他的经济利益挂上钩 所以呢 我觉得台湾完全可以在这个方面呢 做出一个突破吧 对不对 比方说他这次公布了7个人 那么台湾也能公布7个人嘛 我们不一定制裁他这个常委级别的人嘛 我们可以制裁常委之下的嘛 比方说国台办这样的干部 而且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的调查 就能知道他们跟哪些企业有瓜葛嘛 我们就制裁他们跟这个经济层面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嘛 对不对 我们也有制裁他们的办法呀 因为台湾掌握着高科技的芯片嘛 这比中共制裁就有效多了呀 你中共无非是说你不要到我这些地方来 对不对 跟你有关联的企业呢 也不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来投资 无非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台湾也可以拿出一个杀手锏呀 就是被台湾所制裁的啊 这些中共官员的相关企业呢 不给他卖台湾的芯片 我觉得台湾能打出这张牌 就能把中共呀下个半死 对不对 这些高科技的企业 实际背后呢 都有中共高官的影子 那么我们呢 也能先搞一个第一批名单嘛 可以把这个级别呢 搞得低一点 一旦台湾给这些被制裁的企业呢 不提供这个芯片的时候 那么这些大佬是不是也很难受呢 那么中共如果还要继续玩这一手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级别再提高嘛 那么有的级别的官员 可能就跟中共那几个顶级的高科技企业有瓜葛了 比方说像华为呀 像腾讯呀 像阿里呀 这个可能都会跟一些官员有直接的联系了 那么你再把这些人一制裁 那么这些企业受到的损失不是更大吗 从这点来看 那么这个制裁谁对谁更有效呢 对不对 因为在经济方面的事情啊 就是看谁求谁嘛 就是以前我说过这个观点 在经济领域啊 只能上游企业制裁下游企业 所以以前中共说是制裁美国呀 我不给美国出口这个了 不给美国出口那个了 最后我说呀 这里最后就是自己制裁自己嘛 对不对 因为别人是上游企业 你是下游企业嘛 别人不给你出口高科技的产品呢 你很难受 对吧 但是你给美国呢 不出口衬衣裤头呢 美国人可以跑到别的国家去买 甚至呢是少买两件 仅此而已嘛 所以台湾呢 也要看到自己的优势 不要觉得中共给出这个制裁大棒以后呀 自己没有应对的策略 实际我觉得台湾手上好盘很多嘛 对不对 你拿着全球最顶级的资源 难道说这不是你的王炸吗 面对中共这种口炮式的制裁 我觉得台湾真可以考虑江泰公的策略 那么我也想听听台湾朋友的意见啊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也纯属我的脑洞 那么最后呢 我再说一下啊 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呢 订阅江泰公的会员 支持江泰公频道的发展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